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機構 《基本法》第九條 今天繼續有《基本法》香港都道委員會 張俊勇、李浩然 幫我們說說第九條 我覺得第九條很第二 因為我沒有想過《基本法》 要故意說的一件事 就是可以說英文和可以用英文 其實它是怎麼寫的呢 為何要將英文特別說出來呢 我覺得很有趣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 包羅萬有 包了三個主要的機關 隨時用中文外環可使用英文 方理還不夠清楚 還要補多一句 英文也是正式語文 它要特別再強調多一次 再強調多一次 當時是否很重要呢 為何要這樣說呢 還可使用英文其實也足夠 但它也要說 不是啊 英文也是法定語言 當時為何會有這個概念 在裏面 其實都是跟之前我們講過的一脈相承 因為我們作為香港大都會 國際上 會不會回歸之後 中文一定是正式語言 但英文如何處理呢 我想有幾個技術上的考慮 第一就是香港的國際地位問題 第二就是有很多東西已經在用英文 難道我要轉換成中文嗎 不是這樣 可以繼續維持 保持原本的制度是不變的 舉一個例子其實很實際的 為什麼提到英文在三個機關 特別是司法機關上面 那個使用是很關鍵的 因為普通法 好像上一次那集說到 其實是跟世界上的一個聯繫 普通法的特點就是 它跟全世界可能用一個案 可能有外國的法官 然後也會用其他國家的案例 所以英文和這些英語 使用普通法的法域 其實是一個天然的扭帶 Thomas應該很清楚 你跟商業世界的交往比較多 其實很多那些案例 講公司法 尤其是上市公司 或者是一些國際公司 很多時候他選擇去審法例 那些律師團隊或者法律部門去看 他很多時候都要參考香港案例 美國案例和英國案例 基本上是看來看他 以三個地方的案例為主 合同上基本上 其中一條最重要的就是 如果有爭拗的時候 你是用哪裏的法例去作為依歸 通常大部分地方都是 我們都希望用香港或者 用普通法的地方 所以我想這個都是回應 其實很多時候 你作為一個國際城市 你一個國際商務城市 如果只是將過去 一向中文和英文都有 如果你沒有英文 其實會影響很多營商環境 以及各方面的生活環境 當時討論的時候 有沒有思考會有外籍法官 繼續留在香港審案 這件事 這是必然的 這是有的 在後面的條文我們也會介紹 都會包含這件事 另外一個近兩三年 不知道為何會了起的題目 就是所謂中文 隨時用中文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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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幾個字 我覺得絕對是可以思考 隨時用中文外 當然是用中文 回歸了 有這樣的意思 隨時用中文外 就是理所當然地 一定會用中文 但是近兩三年了起的 就是究竟我們用什麼字體 那件事其實 有沒有人討論過 從來都不是思考的範圍裏 或者用講的語言是普通話 還是粵語 簡體字和繁體字 當時有沒有經過這些 中文一直都是講繁體字 是嗎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 就算在香港印製的 這本基本法 都很明顯是繁體字 所以其實不用特地找東西來 看第九條 咀嚼了 了解歷史背景 我們很多東西 其實根本不用特地炒作